绝联法师开示 地藏法会是孝亲报恩法会 超见祖先王林让他们离苦得乐 那我们所谓地藏法会 我们都知道了 表孝亲 所以我们藉由这一次地藏法会 为我们的王者 我们的父母师长 以及我们的祖先 超渡王林 让他们都能离苦得乐 因为这些的冤亲在主 乃至我们无形的众生 借用我们的超渡 他们就能平息他们的怨恨 然后国家的供业 相信之下就慢慢地减轻 因为这就是目前 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佛教团体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希望 大家都能深信因缘果报 而地藏经就是一部孝经 它就是要叫我们 深信因缘果报 那在这当中呢 我们呢邀请了 数将近要十位的法师来这里 第一天呢 恭送了药师金 药师宝灿 以及招请众王林 那第二天呢 昨天早上又送了地藏经 然后以及 下午呢又送了金刚宝餐 然后今天呢 早上呢做了一食 下午又接着又二食 三食的 三食信念佛式 最主要就是借由我们的信念 的念佛的音声 去转业 让我们的心清净 深口意 达到三业清净的 的重要 佛光社区佛学会 起见的地藏法会 恭送地藏经 与三食信念佛式 借由念诵佛式的音声 达到深口意清净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璞 台南采访报道